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买过平板电脑来使用 平时都是怎么样使用平板电脑 在网上大家总是调侃出 平板电脑是买前生产力买后网剧神器 大家真的只是用来看视频吗 所以说大家日常生活中 有哪些场景需要用的平板电脑 相信这几个疑问对于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学生群体可能会说 平板电脑可以用来学习看资料 记录笔记这都是非常方便的 学绘画的同学可能会说 用来绘画也会比较方便 那沉迷于游戏的网瘾少年可能会说 平板电脑玩游戏比手机要更爽一些 那么大的屏幕视野会更好 那已经踏入社会的白领可能会说 看文档看PVT 平板电脑还是比手机要更方便的 开会的时候还能经营多窗口显示 下班之后还有出差的路上 看网剧也是非常方便 那么已经成家有孩子的朋友可能会说了 平板电脑可以让孩子学习更多的知识 用小游戏的方式获取知识 比直接讲记忆会更深刻一些 也会更方便 所以说对于不同的身份和人群 平板电脑所发挥的作用完全是不一样的 但是对我来说 因为工作属性的原因 我经常需要体验各种的电子产品 所以说使用平板电脑的需求 可能跟大家也会有点不太一样 看待产品的角度也会有些差别 我最近一直在使用华为这台MatePad 11 长时间体验之后有一些想法 这期视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使用体验和对于平板电脑的看法 以及希望厂商改进的地方 平板对我来说需求还是比较简单的 分类的话可以分为两种用途 第一种是浏览信息和写文档 第二种是用来看视频 包括回复网友的一些评论 首先在信息浏览和写文档方面 没有什么大问题 配合磁吸的键盘打字的时候也很方便 我在Pad里面装了有工作室常用的 飞书和WPS的两个软件 文档都会自动的同步 在手机和电脑上也能够继续编辑 其他同事也能随时的协同办公 这种类型的软件还是有很多的 主要的是同步的功能比较方便 使用层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别 但是对于信息浏览来说 因为平板电脑的软件生态 没有手机那么全 很多软件都取消了大屏的版本的开发 所以说很多软件只能下载 手机上的竖屏的版本 但是平板电脑很多时候 使用的时候都是横屏使用的 特别是搭配键盘的情况下 所以说竖屏的软件 如果没有做适配的话 就只能手拿着平板竖向去使用了 这个体验非常的不好 华为的鸿蒙系统 针对这样的一个需求 把很多竖屏的软件 也做了适配的优化 比如说微博 微信 还有知乎 头条这些软件 在横屏模式下 打开以后会直接按照竖屏的 显示在屏幕的中间 而当你打开一个页面的时候 就会自动进行分屏的 左右分屏显示 这个就是 鸿蒙系统当中的 平行世界的功能了 和折贴屏手机上的逻辑 是相同的 如果说你想要固定 右侧显示的画面 其实也可以 在分屏窗口中间 还有一个小的链条的图标 你点击链条 它就断开了 这个时候两边的窗口 就变成了一个 独立的显示的逻辑了 然后你再点击窗口中的 文章 或者说新的页面 它就不会更新在右侧显示 你可以根据需求 来选择是否断开这个链条 所以说有了 平行世界的功能 不仅可以让很多软件 在平板电脑上 使用更方便 还一定程度的提高了 阅读和使用的效率 除了平行世界 还有智慧多窗的功能 可以让两个软件 来分屏显示 也能很好的利用 大屏的优势 目前很多主流的软件 都已经支持了 除了刚才提到的这几个 很多新闻客户端 还有购物平台 也都有支持 包括几个短视频平台 也可以 但是短视频平台 它不需要分屏展示 它会按照竖屏 显示在屏幕中间 两边则是流空的 虽然说没有全屏显示 但是也可以直接在 横屏状态下 去打开正常使用了 其他没有优化的 平板电脑 你打开短视频 只能强制去竖屏的 去使用 你带着键盘 放在桌子上 根本没办法去打开 这样一个短视频的客户端 所以对比来看 华为这个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实用的 我个人的另外一个 使用需求 就是用来看电影和视频 因为平时我们的视频节目 也会更新在 其他的短视频平台 所以说需要经常打开 来看看大家的评论反馈 有需要的话 也会进行回复 所以说在横屏使用的时候 配合键盘 来进行回复评论 其实还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说平板电脑 没有横向优化的话 就只能抱着手机 来回复评论了 除了看视频 有的时候我也会在B站 看看其他up主的节目 包括周末的在家 也看看电影 还有综艺啥的 MatePad 11 还配备了有四个扬声器 外放声音质量 也是挺不错的 看电影的时候 也有很明显的 立体的声音的效果 如果说在出差的时候 有需要办公的话 用平板电脑也可以搞定 很多场景 都可以代替比面电脑了 而且比电脑 还要更轻便一些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平板电脑 属性和手机 是不太一样的 手机是属于私人的设备 除了你自己 你不太可能会 借给别人长期使用 但是平板电脑 则是属于 半私人 半共享的属性 因为大家对于平板电脑的 使用的需求 并不是24小时的 而且很多人家里面 可能只有一台平板 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的话 可能也需要给他用来学习 或者上网课之类的 这样一个需求 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你平板电脑里面 有很多个人的隐私信息 可能就会提心跳弹 怕被别人看到 对吧 即便你没有什么私密的东西 你一个男生 带着平板电脑出去开会 你打开之后发现 屏幕上有很多儿童用的App 或者有很多女生专用的软件 难免还是有一点点尴尬的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用到多用户模式 但实际上 很多平板电脑 都没有多账户的功能 但是针对这个需求 华为的红幕系统 确实有一定的思考 在手机和平板的红幕系统当中 都支持多账户使用 打开华为平板电脑的设置 在最底部的板块当中 第一个就是用户和账户 进入以后在第一栏的用户的选项当中 就可以添加账户了 你还可以添加访客的账户 常用的账户最多可以添加三个 再加上机主和访客 最多就是五个账户了 常用账户添加的时候 还可以选择用户和受限个人资料 两个选项 用户就是正常全部功能 都可以使用的账户 而受限个人资料 则是可以手动控制 可用的App和系统的功能 给家里小朋友使用的话 就可以针对性的关闭某一些功能了 在开通新账户以后 家里其他人如果说有使用平板的需求 你就可以让他按照自己的需求 登陆个人账号 下载个人需要的软件 那么账号下 所有的个人信息都会独立的保存 当你切换账户以后 所有的数据也都会自动切换 因为平板电脑只有一个储存空间 不像Windows电脑一样 有多个盘幅 Windows电脑里面的多用户 其他的盘幅里面的文件 其他用户也可以访问 根本没有什么隐私可言 另外 受限个人资料的选项 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儿童模式 你可以手动的去限制 可用的软件和系统的权限 比如说给家里小朋友使用的话 就可以只授权一些 儿童类的软件给他用 系统的定位 还有应用市场 以及浏览器 还有其他任何 你不想给小朋友使用的软件 都可以选择关闭 这样的话 家长就可以放心的 让孩子们用来学习了 不用担心他用来玩游戏 或者说看短视频 这个功能看到现在 大家肯定会觉得 这个还挺不错的 设计的初衷也是挺好的 但是目前做的还不是特别的完善 因为我们如果说按挑刺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还是有需要改进和优化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进入了限制账户以后 系统内置的精品应用的文件夹 它还在 因为系统已经限制了应用市场的功能 所以说你点击的话 它是不能够完成下载安装的 其实你不如把它文件夹 直接隐藏会更好一些 然后从屏幕上下拉 呼出搜索功能的时候 上面还有推荐下载软件的提示 以及各种热搜榜 虽然说浏览器的功能已经被禁用了 但是如果你点击热搜榜的话 还是会跳转到浏览器去使用 搜索还有浏览的功能都可以正常使用 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几率 会让小朋友去打开其他不该看的东西 其次还有附一屏 当你滑动的附一屏的时候 会有一个弹窗提示 说快应用的版本过低 需要更新 当你点击更新安装好以后 这个附一屏的完整的功能 就可以完全使用了 也可以去下载一些推荐的软件 所以这个也是有点小bug的 虽然说限制账户的功能 还有一些小bug 但是在目前所有平板电脑当中 也只有华为的鸿蒙系统 是支持这个功能的 其他的平板电脑 要么是不支持多人账户 要么是只支持多人账户 但是不支持限制功能的选项 虽然说有bug 但是我相信华为的鸿蒙团队 也是很轻松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 我们可以等一个系统更新 所以综合来看 华为的鸿蒙系统 确实对用户的需求 考虑的还是比较细致的 除了大家特别熟悉的 多设配协同 还有超级终端 那么在日常使用的时候 也会逐渐的去发现 有很多这种有意思的功能 那我最近呢 是在使用这台MatePad 11 但其实华为的平板电脑的产品线呢 也是非常的丰富 我大概统计了一下 目前在售的这个主流的机型呢 就有六七款 那这台MatePad 11呢 是属于这个尺寸和售价 比较均衡的一款产品 重量也会比较轻 那往下呢 还有MatePad SE和MatePad 10.4 性价比呢会更高一些 但是系统呢 还是相同的 所以说鸿蒙生态好用的这个功能呢 都可以去延续使用 那如果说你对于性能有趣趣的话呢 还可以选择更高端的Pro的版本 有这个MatePad Pro 10.8 还有MatePad Pro 12.6 这两款 那么今年上半年呢 华为还发布了一款墨水瓶的平板 那同样也有很多鸿蒙系统的这个功能呢 那经常需要长时间阅读的朋友呢 也可以考虑这种墨水瓶的产品 看起来会更舒服 也不会伤眼睛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款比较有趣的产品呢 就是这一台 叫做MateBook E 那外观看起来呢 其实就是一台平板电脑 但其实里面是搭载了 英特尔酷睿处理器 并且安装了完整的 Windows系统的比较平板电脑 那配合这个越滑键盘呢 这个看起来真的是 跟比较平板电脑没有什么差别了 外出办公的时候呢 也可以直接使用这个Windows系统 也是非常方便的 那所以说华为针对学习 还有办公或者说影音娱乐 已经有非常多的产品了 那从入门到旗舰呢 都有覆盖 那最近呢 正是618的这个促销季啊 如果有需求的话呢 可以抓紧入手一款来体验一下 那其实根据我使用平板电脑的经验 以及身边的一些朋友的分享 大家觉得平板电脑买到以后呢 使用力不大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平板电脑并不是大家的一个强需求 而且呢 也并不是每天时时刻刻都需要用到平板电脑 导致很多时间呢 都是闲着的状态 那网上所谓的买前生产力 买后网具神器 甚至是泡面利器啊 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那在某一些场景下 平板电脑确实比手机和电脑呢 要更方便 但是因为每个人对于平板电脑的需求不同 所以很多人呢 并不像手机那样 时时刻刻都需要把它抱在手里 拿在手里去使用 所以如何让你家里的平板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觉得刚才提到的这个多用户模式啊 算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 在你闲着的时候呢 可以让家里的其他人通过这个独立的账户来使用 不仅不会影响你的个人数据 还能够让平板电脑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或许呢 你就不会觉得他们是压泡面的利器了 所以我也希望其他厂商在推出平板电脑的时候呢 也能够考虑一下这个方案 加入这个多用户的模式 还有这个限制用户的这个模式 不要把这么好的产品呢 放在抽屉里落灰了 那大家觉得呢 你会怎么样使用平板电脑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